这个大小鱼还是悠哉悠哉的 躲在这地方 哇塞 这是碰的墨呀 天呐 他有这么些墨汁吗 不过他这个排水量也特别大 你看 比我的手指都脱了 哎出来吧 哇塞 什么情况 看 少了条土腰 怪不得上一遍了 这应该是被什么给咬下来的 他应该是遇到天敌了 你最大的天敌应该是我了 变的颜色给大家看下来 变 变 变看 这种章鱼啊他那个每一个处区 都是 好几百个细胞 想变颜色就一瞬间的事情 带着了像这样的骨包 他里面都是有货 来吧 看 这是一个 黄鲜了 那边还有一个 这个好像骨的稍微大一点 这个是啥 哇塞了 看没看见 包多大那个肉就多大 蛤蜊也特别大 像这么大的骨包 莫眼罗就不小 哎 看露眼睛了 在这里 出来吧 关键是 你们俩干嘛呢 走吧 那个太小了 就不要了 哇塞 这个肉 怎么这么大呀 哇天哪 看 像这样的莫眼罗 每个三五年是长不了这么大呢 这个小肉肉 回家之后炒清辣椒那还不盖血冒了 它这里面这个沙 也特别多 所以说 莫眼罗清理这一关是至关重要 哇塞了 这是一个 莫鱼骨 像这种莫骨骨 只有那个大风天气 它才有 这种莫鱼 这个骨头在那个风踹的情况下 全给打出来 这边还有一个 像这种莫鱼 基本上就是成年的 这种莫鱼是最好的中口药了 如果说手上有那个伤痕或者破的情况下 把它 晒干了磨碎了 磨成粉涂在伤口上 能止血 这是一个臭毛 刚才一过来一跺脚 就怕它跑了 只要是有盐的话 有可能就能灌出来 还真有戏 看有没有 它就滑滑的就出来了 能不能出来 得点面子吧 应该还能出来 它的反应一下 这个都跑了吗 这种跑了就难抓了 刚才不耍耗 这个臭毛特别大 在这 它没跑了 出来吧 要刚才直接抓就好了 就是刚才撒第二遍岩 这个村王直接跑进去了 看来岩法多 他也受不了 怎么样 挺大的吧 带着了 这边来了一个毛鸽 这个毛鸽个头 应该是相当的大 看一下 现在是推大草 基本上大草上毛鸽都特别多 像这样的轨迹 也是八爪鱼 躺得还挺隐秘 赶紧给洗一下吧 这都是这个潮头 推得太大了 他们也没想到 没放好潮水 落干了 哎呀 看图这个墨汁 这就是他那个 引诱敌人用的 烟雾袋 先跟我走吧 好了朋友们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 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